我今天来介绍一下怎么在Redbubble上面上传作品 这是我新上传的一幅吉娃娃的作品 这个是产品就是生成的产品 首先第一步我们来修图 我把这一幅画的底先要抠掉 用Photoshop里面最基本的这些工具把它抠得细致一点 一点一点的修图 修完以后加个底色来检查一下 然后存成png格式 存好了以后就可以上传了 再打开Redbubble的网站 然后upload new work 上传图片以后我的文案已经提前做好了 做好了就把标题做好 把标签做好 然后再把介绍内容也给做好 这个标题我叫做 Little Chihuahua and its Rose Flower 然后这个是标签 标签 它会帮你删掉 系统会帮你删掉一些无用的标签的到后面 这是关于介绍 你可以介绍这幅画后面的故事 也可以介绍你的创作心得这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产品具体怎么设置 你选择编辑按钮以后 你把图片调节大小 把放在合适的位置 然后选择底色 选择好底色以后呢 你就把它apply changes 这个产品就出现了 你再选择这个enable这个按钮 它就表示这个产品是已经设定好了 现在在介绍一个自换图片的按钮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幅装饰画 我刚才抠图那个图片就不太好 所以我现在把圆图放进去 圆图它就会重新上传 上传只是这个产品 那么上传上去以后 这个产品就可以了 就是你具体每个产品你可以调节 自换图片 这是另外一个产品 我也是在设置底色 所有的产品设计完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选项 选非成人产品 我是狗狗系列 所以我就选择Dogs 好 这个地方我选择的是 Design Illustration 还有Drawing这个选项 最后选择保存 它把作品全部上传以后 那么这个产品就全部设置好了 设置好 它在你的商品页 应该等15分钟以上以后才会显示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设计好的这个产品的样子 在自己的网页上面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RedBubble上面上传一个作品的完整过程 希望这个能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对我的频道感兴趣 欢迎订阅 我的频道呢会介绍我们农场的小动物 会介绍我们在农场的生活 也会介绍我的一些创作心得